而華爾街日報報導 中國官員近來頻頻的召開會議 來討論如何應對中國日益惡化的前景 但是刺激經濟的措施 卻遲遲都沒有推出 為什麼呢 根據了解 全部都卡在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手上 那麼其實在新冠疫情解封之後 中國經濟曾經短暫的復甦 但是隨後就被急劇的放緩給取代了 包括製造業活動整個萎縮 還有消費者信心疲軟 房地產的行業陷入困境 失業率也是居高不下 那麼中國CPI表現不佳 還導致整個進入通貨緊縮的局面 因此從六月份開始 中共高級官員就跟經濟學家 進行了至少十幾次的閉門會議來討論 但是會議結束之後 卻沒有看到政府採取任何的動作 好 那你為什麼不動作呢 因為官員很害怕 怕什麼呢 因為要老大說了算 但老大就是不說 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 近十年來習近平收攏權力 這國務院任何重大政策 都需要習近平的批准 沒有批准 官員根本就不敢行動 而且習近平是個為官管理者 只要他關注的 就會去插手跟批示 所以下面的官員都在猜習近平的心思 擔心自己可能因為政策錯誤而承擔責任 中國經濟就這樣卡在習近平的手上 權力超級嚴重 超級的嚴控導致這個舊經濟的措施 遲遲就不推出了 這完全出不了台 以上最新消息提供給您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